天生的瘦子要怎样才能有效的增击 第一点 当你说天生的瘦子的时候的话 你知道吗 在网上面有多少的人羡慕你吗 OK 好了 OK 你知道吗 天生瘦的人还真不多的 所以的话呢 你呢 是个天生的瘦子的话呢 先恭喜你啊 你要每天醒过来 你都要多笑一点点啊 有多少人是那么样的羡慕你 嫉妒你啊 然后呢 你还要再来问 还好 你最起码还没有问我说 怎样才能够胖一点 不然的话呢 也还好我们是在线上 不然的话 等一会儿会有很多人想揍你的 OK 好了 你说呢 怎么样来增加肌肉 你要增加肌肉的话 最重要的一点 你需要有蛋白质 OK 蛋白质的一个含量 是绝对要的 因为这是增加肌肉必备的 第二点的话 你一定要有一个重力的一个运动 你要增加肌肉的话呢 一定要有重力的一个运动 一个人过了30岁了以后 每10年你会丧失大约5%的一个肌肉 所以的话呢 一个人 一个男人 在他的一生当中 他会丧失大约30%的一个肌肉 当你丧失了肌肉了以后 一 你可以你很容易跌倒 你可以对老年人来说是很危险的 所以的话呢 你一定要一些运动 尤其是呢 你过了30岁更需要运动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而且呢 这种的运动的话 它包含两个点 第一个点 你有一点重力的一个运动 比个例子来说 你举一点点的一些肛领 OK 然后的话呢 你呢 做一点点重力的运动 再来第二点 就是说呢 你尽量的 多一点点的活动 就是尽量不要坐在椅子上面 就比个例子来说 你如果能够走路的时候就走路 不要呢 坐计程车 OK 能够爬楼梯 你就爬楼梯 不管 你就算插你家的地板 OK 都是好的 总比坐着不动都要好一点点 如果说你今天呢 你觉得你的关节不好 更需要运动 OK 你就走的慢一点点 并不表示着说你不要运动 而呢 你的蛋白质一定要高 我需要多少的蛋白质呢 你需要大约呢 以你的体重来说一克 OK 你如果说一公斤 一克 到1.2克的一个蛋白质 所以呢 你今天 你只要呢 多吃一点蛋白质 而这个蛋白质不应该来自于蛋类 OK 它应该来自于植物性的蛋白质 如果说是来自于蛋啊 或者是呢 来自于肉类啊 你可以 一 它的蛋白质是不一样的蛋白质 二 它可能会有胆固存 所以呢 这些都是不好的 你可以对你的心脏都有负担的 大豆类的一个蛋白质是最好的 它有很多各种各类的一个植物营养 所以还可以帮助你预防 骨质疏松 再来另外一点 来自于大豆的一个蛋白质 它对你的心脏 心血管 都是会有好处的 好处的蛋白质 好处的蛋白质 好处的蛋白质